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针养花的YouTube频道 现在是3月下旬 阳光明白的一天 我们看一下 我在走的路上看到这棵树 被一层orange一样东西覆盖 整棵树都有 这是什么呀 我们仔细看看 这种在冬天很常见 这叫Lichen 也有地方叫它Lichen 我们叫它Lichen吧 中文叫D1 这个是一种Fungus 真菌 不是植物 Lichen喜欢生长在潮湿的地方 一定潮湿 在波伦多的冬天呢 雪比较多 所以湿度很大 它在冬天呢 是它的生长旺季 这种Lichen呢 除了这种orange里外 我们还可以常见的是一种灰色的 我不知道 这个灰色的和这个orange是同一种 在不同的stage呢 在不同的stage呢 还是不同的品种 这个第一生长呢 它有一个条件 必须要有水枣 叫algae 有水枣的情况下 它才能够和它共生 看上去很有意思 在潮湿地方 像如果是这个美国 每家的西海岸 西北 Northwest 会看到 应该能看到很大的 因为那里的冬天的雨水更多 可以长到很大 长得像叶子一样的 这个冬天的颜色也蛮漂亮的哈 冬天都是灰蒙蒙的 但是在阳光照着下这个orange的东西 还是很齐眼的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把这种 Lichen和Moth混弹 就可能分不清楚 这种Lichen 你仔细看它是 它的形态 也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叶子 像那个 像什么呀 就像Lichen 然后我们再看看Moth Moth 潮湿的地方都会有Moth Moth Moth也有长在树上的哈 这个是长在草坪里的 这个Moth生长也是需要潮湿 所以就是不透水 不能透水好 透水性好的话 它就消失了 所以你草坪上要有这个Moth 你就说明你草坪的透水性不好 要改善呢 就是可以增加Compost 每年春天撒一点Compost上去 然后就是打孔 但是在Japanese Garden的话 这个Moth是很常见的 是一个起了很强的装饰作用 这是在多伦多常见的另外一种Lichen 你看是灰色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种Orange 你看它和Orange长在一起 是不是Different Stage 它死了以后就变成这种 或者是另外一个品种 形态很一样 就是颜色不一样 还有意思 我摸摸好不好 干了 这是干的 可能就是死了 我再摸摸这个黄的 这个感觉也是干 干巴巴的 Anyway 很漂亮 这个是正常的 它不是树干生病 它对树的健康没有任何影响 OK 如果你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视频 欢迎订阅时针养花的YouTube频道 谢谢收看 下次见